其實手臂的話我是覺得真的還差蠻多的 本身自己講的話 我覺得三個禮拜都沒有在室外這樣練球 那覺得很生疏感 那一次失誤兩次失誤之後 其實對自己心理壓力造成蠻大的 像比賽的時候球打過來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點緊張有點抗拒 對那接到球要丟的時候其實也會 會懷疑自己 我覺得這是我目前該面對的課題 就是好好把心魔趕快擺除掉這樣子 教練們跟隊友們其實他們也沒有責怪 只是用鼓勵的方式讓我心理壓力沒有這麼的大 對啊像國慶也說就是接到球你就去過來就好了 那用機也說其實就接球嘛就很簡單 他們就是用簡單的敘述讓我可以放鬆一點 對啊我覺得可能我似乎他們已經習慣了啦 所以才講這種話 對想辦法快一點把那個接球丟球的感覺 手臂的感覺找回來這樣 很厲害 我還是妳可以干擾 我是一樣的 那種Sabre 我還是要回到那個時候 你也想要回到那個時候 這種心魔趾 我還是要回到那個時候 你會再問我 你們會避免你